要去讓自己追求旁邊的有錢人的生活 就會陷入到這個陷阱裡面喔 有一對呢 那個年輕的夫妻 那老公呢 基本上也算是 就台大畢業的喔 然後 他就到了那個高科技公司工作 基本上呢 也算不錯啊 年薪有300多萬 跟很多人比起來 欸 很高耶 可是呢 因為他們住在那個豪宅區這樣子 然後呢 所以的話呢 他老婆就覺得他們家好窮酸喔 因為那邊開出完每一台名車都比他們家的車還好 你就知道 車有那種等級 好 還有再更好的 所以他就想說喔 雖然我們家已經算這樣已經算我們要有錢的 可是呢 跟多數的人 其他人 不是多數的人 跟其他人比呢 怎麼覺得我們家還是很窮酸 然後搭電梯的時候呢 喔 看人家的老婆 全身是名牌 然後手上那個鑽戒非常大顆閃閃發 然後就看喔 很視野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他們不平衡 就覺得他老公怎麼那麼不會賺錢 然後呢 明明就不錯的學歷出來 怎麼賺的錢這麼少 那這他什麼問題呢 他的心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如果他跟他才大的同學 講說同一屆畢業 來比的話 可能他的賺錢能力可能是90%以上 就是他的能力可能是前三名都有可能喔 300萬很多啊 如果22倍的人一年才賺不到30萬而已 他賺10倍 應該是非常會賺錢 然後以所有的他的同個年紀來講 他可能是頂尖的人 賺錢算蠻頂尖的人 可是呢 因為他老婆是跟他住的那一區豪宅區的人比 所以的話呢 那一區豪宅區的人 會不會有賺錢賺很少的人出現在那邊 不會有嘛 所以的話呢 這就是我們常講那個存活者偏差嘛 因為他現在看到的在他那邊 存活者偏差 他是看到的那些住在豪宅區的人 都一定是呢 非常有錢 表現能力非常好的人 才會出現在那個地區嘛 所以呢 那些失敗的人賺很少錢 根本就已經被淘汰啦 所以他觀察的量都不足 然後呢 再加上呢 他當一旦他老公賺的錢變多了 這樣說呢 他從300萬變成400萬 變成500萬之後 他們會不會想要再來搬進更好的房子 可能會 所以他又搬去更好的房子 更好的地段 然後更好的住宅 那 當他原本從300萬變成500萬 可能已經是那個區域 他原本那個區域裡面 算是變有錢的人喔 可是當他又搬去一個新的環境 他可能又變成那個地方 又是最窮的人 就是相對來說 就是比較沒有錢的人 所以呢 這會限度一個叫做社會保護金 好 好 目前就是我們一直在跑 他還是在原地嘛 那他用社會批會來看 他一直 他當他賺錢變多了 他就換另外一個更有錢的團體 那他跟旁邊的人比較 總是覺得自己特別窮 或者總是覺得自己特別沒錢 那原因就是什麼 就是因為他跟他做到的人比啊 啊 做到的人他就是特地篩選 或都是很有錢的人啊 所以導致呢 他的痛苦程度 或是他的不快樂程度 就是不斷的會上升喔 所以這個就是呢 當你掉入了這個 不斷想要追上有錢的鄰居 其實你那個痛苦程度 其實會不斷的增加 而且你那個 即使你賺再多錢 都不會覺得很快樂 因為你很有錢 還是一定會有人比你更有錢 那當你更有錢的時候 就還是會有人比你更更有錢 所以這個就限入一個 不斷的循環當中